设入帮派的陈瑞交保之后 一大早就跟父亲陈凯伦 还有母亲到律师事务所来开会 设计师还帮他剪了头发哦 显得蛮清爽的 不过一整天呢 一家人几乎都待在事务所 待在里面是谈什么呢 还有未来规划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非常低调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下午和父亲陈凯伦一起走出来的陈瑞 18号几乎一整天 都和父母亲待在律师事务所 和前一天晚上交保时的模样相比 虽然都穿着白衬衫 不过第二天 承润衣服特意烫得笔直 还从第一根扭扣扣起 头发请美髮师修剪过 更加清爽 待在父母亲身边的陈瑞 表现低调而有礼貌 时而低头 时而双手放在背后 谢谢大家关心 有希望社会去给你一个机会 面对问题都很有礼貌回答谢谢 不过这段时间以来 陈瑞的外形也改变很多 爆发事件之前 陈瑞和父亲陈凯伦合照 头发剪得非常有形 样子帅气 但遭到收压 这回头远望着一看 眼神茫然若默 交保后改变造型 变成白镜斯文 看起来非常乖巧 交保当天晚上 陈瑞眼眶红 回家后和父母亲常谈 似乎表示 想要重新开始准备考转学考 也传出要转眼一圈 不过父亲陈凯伦低调不回应 现在他们只想聚一聚 好好思考下一步 中文新闻杨立强 克宁清 SNG小组 台北报道 ablo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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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